民進黨憲議會黨團以及民進黨立委候選人陳俊宇召開記者會 指稱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黃春廷陣營 在線內許多重要入口架設違法的逐價廣告 初估有將近50面 不但阻礙到行車視線也造成危險 黃春廷知法犯法 黃春廷現在有一個外號叫做黃石趴 因為問政懶惰 不用心 所以他就要洗刷這個側面 他大量的來再過重要入口來架設那個直駕的看板廣告 來汙昧陳俊宇 這種有立即性的看板廣告有嗎 黃春廷後他的團隊也好 他就知道這是違法嘛 這是違法的 但是他就是這樣 世間這樣 知法犯法 我感覺 應該受懲戒 受社會大眾來譴責的 是黃春廷 是他的團隊 民進黨議會黨團也表示這些 逐價 競選 廣告 廣告看板有民眾已經檢舉多日 卻未見縣府有任何作為 不禁讓人有縣府雙標 放水特定候選人的疑慮 各個入口 重要的入口的搭設 那我覺得這是知法犯法 更何況我們縣政府其實是一個主管機關 在這件事情上 是不是應該要有所作為 那這也涉及到安全的問題 黃春廷在各大陸口樹立 逐價的一個廣告看板 那嚴重影響市容的觀瞻 也會害到我們縣民的一個安全 那我想要求縣政府要立即即報即差 在竹架上已經是違法的 鄉民一直歡迎說 他們怎麼可以違法來搭設這個竹架的那個看榜 管政府的採取的行動 應該立即要採取行動 他這個態度非常傲慢 他自己這樣都主法犯法 對 來汙媚人家 他立即在想說 他自己打的牽絆 跟打的不聽 管政府既然來放水 沒有行政中立 整個街路 比大市數十人的這個跌跌 管政府敢說對於農地的管理 可以這麼放鬆嗎 或是對於特定的候選人來放水 我們感覺說非常可疑 在這裡我要褐躍 管政府主管單位 應該是要針對這個問題來重視 黃澄町 支柱桃萬華 獻服雙標 黃澄町 支柱桃萬華 獻服雙標 宜蘭新聞記者 石世民 蔡同報導 您好 你好 我不知道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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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